在南非保护区众多的狮群中 有一个被称作坏男孩联盟 由六头狮子组成的狮群 这可能是史上最传奇最残暴的狮群 他们以极其残忍的血腥手段 长期统治着几乎整个南非保护区 每年都会有一百多头狮子 丧生在他们的尖牙和利爪之下 这远比电影狮子王里面更加的血腥和残酷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实中的狮王之路 在南非保护区的某一个狮群中 特拉斯、阿德、小男孩、卷毛和刀疤 五兄弟从出生起就形影不离 其中卷毛和刀疤的关系最为要好 他们谁也不知道 自己这哥几个日后会成为整个南非保护区 令人闻风丧胆的坏男孩联盟 作为唯一群居生活的猫科动物 熊士并不好混 当他们成长到一定的年纪 就会被赶出狮群 他们要自己想办法夺取属于自己的地盘 如果成功从上一个狮王手中夺取了领地 公狮群就会霸占他们的母狮群 并立刻杀死所有的小狮子 这样母狮就会重新发情 因为狮子的这种传统 所以幼狮的存活率一般都不会超过20% 好在坏男孩联盟所在的狮群非常强大 他们也在公狮的保护下顺利度过了第一年 这天一头流浪公狮闯入了他们的地盘 令人意外的是 入侵者不仅没有发起攻击抢夺地盘 还成功的融入了狮群 最有可能的就是这头公狮 原本就是狮群公狮的私生子 而他就是坏男孩联盟的最后一个成员 老大达拉斯 很快达拉斯就融入了他的几个兄弟当中 一年过去了 刀疤和卷毛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 刀疤生性好斗还冲动 卷毛则是他最好的帮手 兄弟俩几乎形影不离 不久后无忧无虑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六头狮子被老爹赶出了狮群 他们变成了流浪公狮 不得不开始自己照顾自己 在夺取新地牌之前的这段时期 也是公狮死亡率最高的时候 但出人意料的是 六兄弟并没有分开 俊男都在一起 凭借数量的优势 大大提高了生存率 只是初出茅庐的六兄弟 跟所有刚被赶出狮群的流浪公狮一样 呆呆傻傻的不知所措 就连捕捉猎物都显得那么笨拙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 幻男孩联盟一直在磨练捕猎技巧 在这个过程中少不了吃了一些苦头 但一段时间之后 幻男孩联盟成了真正的猎势者 达拉斯负责指挥 刀疤和卷毛是主要的攻击手 不管捕猎什么 他俩都冲在最前面 明显比其他的兄弟更加的凶狠 尤其是刀疤 没事的时候还喜欢和自己人打打架 幻男孩联盟中 就属达拉斯年纪最大 体型最大 就连综毛也是最黑的 毫无疑问 他就是天生的领导者 很快 幻男孩联盟终于开始掠夺地盘的 一场腥风血雨 迅速席卷南非保护区 狮子掠夺地盘时 是没有所谓的谈判 他们的做法简单粗暴 那就是用蛮力强占 首先被幻男孩联盟盯上的 是一个由四头公狮统治的狮群 其中一头公狮 勇敢的迎战六兄弟 却被无情的咬死 其他三头公狮见情况不妙 立马撒鸭子跑路了 赶走公狮后 第二步就是杀掉幼狮 和太过于保护幼狮的母狮 只有这样 母狮才会再次发情 幻男孩联盟 需要母狮来延续自己的血脉 可是母狮数量有限 兄弟六人都想要繁殖后代 这可怎么办呢 他们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常态 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 把愿意和他们交配的 发情母狮全部杀掉 这种极为反常的情况 就连动物学家都感到极度的震惊 在之后的日子里 坏男孩联盟不断的杀戮 扩大地盘 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狮群 一年下来 他们就干掉了一百多头狮子 南非保护区 已经没有狮子能威胁到他们了 在离开狮群 独自打拼的第四年 坏男孩联盟所占领的地盘 足足有七万公顷 是一般狮群地盘的五倍大 八个以上的母狮群 被他们所牢牢的控制 但是也是因为没有了竞争对手 坏男孩联盟内部开始出现了分裂 刀疤想夺取掌控权 但是又打不过达拉斯 于是刀疤和卷毛选择了离开 他们从大哥所在的西区出走 来到了统治地盘的东部 没有了战争的压力 他们开始专心繁殖后代 南非保护区也出现了难得的和平时期 达拉斯每天都会去边境巡视 守卫自己的地盘 相比达拉斯和他的三位兄弟 脱离狮群的刀疤和卷毛处境更为危险 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连接着另一片广袤的公园 那里有很多的流浪公尸 他们对刀疤和卷毛的地盘和母狮群 一直垂涎三尺 终于有一天 由五头公尸组成的保卫者兄弟出现了 他们就像是过去的坏男孩联盟 年轻而又强大 如果是六兄弟团结一星 迎战他们根本就不在话下 但是东部地区只有刀疤和卷毛 兄弟俩从未打过败仗 所以面对保卫者兄弟的入侵 他们没有逃避 而是选择了勇敢的迎战 刀疤和卷毛抓住机会 逮住了五兄弟中洛丹的一个 二对一战况十分的激烈 洛丹的攻势一点都不怂 拼命的反抗 刀疤的耳朵差点就被咬下来 而卷毛的前掌也遭受了重创 当天晚上保卫者兄弟出现了 这次他们抓住了落单的卷毛 先前已经受伤了的卷毛 虽然不断的反抗 但根本就不是四头 廉亲力状攻尸的对手 没有情形发生 很快卷毛就被肢解了 就在这时 刀疤出现了 他试图冲过去救自己的兄弟 但却无能为力 只能选择逃离 失去了地盘和兄弟的刀疤 只能跑过去寻找大哥达拉斯 和其他的几个兄弟 达拉斯并不情愿刀疤重回失群 只是其他几个兄弟接纳了他 而刀疤也是死心不敢 趁着达拉斯外出巡逻时 残忍地杀死了他的幼崽 迫使母师发情 其他三兄弟对刀疤的所作所为 都选择了视而不见 而此时在南非保护区 保卫者兄弟正在不断地扩张地盘 毕竟坏南海联盟所统治的西部地区 公尸的寿命一般是12年左右 而坏南海联盟中 最年轻的刀疤也都已经10岁了 这意味着他们很难再和那些年轻的公尸抗衡 特拉斯和小男孩先后失踪 也不知道是被其他的公尸吃掉了 还是看到情况不对跑路了 现在就只剩下达拉斯 刀疤和阿德了 达拉斯还要经常出去巡逻 这导致入侵者来攻占地盘时 能与他们抗衡的只有刀疤 刀疤一生骄傲而残暴 他是绝对不会选择臣服或者逃走 将自己的母士群拱手相让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后 达拉斯也毫无意外地 丧生在了保卫者兄弟手中 一代传奇就此陨落 而坏南海联盟所缔造的辉煌 也终将被保卫者兄弟所取代 我是九尾 每期都会为你介绍一些有趣的动物 如果你想了解哪种动物 请在屏幕区给我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和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